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美法美容行业 起初也不懂得到底要去哪一间学 走了蛮多的那些学校 后来我就选择了去香港的梦泥潭美法美容学校 为什么会选择去这间呢 也因为郑敏明的老师 他那个时候在那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本身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当中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可以丰富我的视野 精彩我的人生 有一天我就在外国的时候 我的女儿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说妈妈你几时会回来 因为你要回来领这个 沙拉越理性企业家的接触的这个奖项 我说我不知道有这个有这个事情 那么他是说告诉我 他是接到通知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除了自己感觉很兴奋跟高兴以外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么等到我飞回来的时候呢 那么被告知说明天我就要去领这个奖了 我觉得我的这个美法没有含页 我可以说给我带来的就是说很大的满足 我就从73年开始 我就到今年为止 我算起来最少也有几千个学生 对我来说 我觉得美法美容行业 是一门我选对了的行业 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 就是说你一定 第一 你要肯付出 你要有爱心 你要肯帮助别人 你对别人好 人家才一定会对你好 你对别人是真心的 人家才会回馈你是真心的 所以我觉得做事业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真的想把事业搞得好 就是说我们一定除了努力以外 我觉得我们也有肯付出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Mesa Monica能够走到今天 的确也是很不容易 但我要更感激的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我有我的好姐妹 我有我的女儿跟我的子女 这些在我的身边 他们一路以来都是跟我一起拼搏 就是跟我一起共进退 所以我们的学校才能够走到今天 其实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家人 大家都是宁记在一起 不分彼此这样 我们觉得我们很清静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共同的那种 嗜好 共同的方向 所以我们直到今天 我都觉得这个是给我自己本事最大的收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